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内地顶流蔡徐坤 6月26日中午 蔡徐坤突然被爆和一名女子发生了一夜情 并且让对方怀上了孩子 在各种奇葩事情层出不穷的娱乐圈 这种一夜情 怀孕的事情 其实都已经不算大事 而蔡徐坤的处理也没有太大的毛病 不想让孩子毁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那就明确告诉对方不要孩子 既然他都不要了 C女士自然也不可能留着 于是两人达成了协议 当然 达成协议之时 有没有协商营养费或者其他费用的数 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 2021年的7月5日 C女士独自前往医院 完成了流产手术 按道理来说 事情到这个阶段 就应该进入尾声了 偏偏这个时候 蔡徐坤妈妈突然横插一脚 在蔡母看来 自家儿子这是被吓套了 被当成了冤大头 然而 当她追问蔡徐坤当晚是否穿戴套时 得到的答案却是没有 当晚是光感私令 难道孩子真的是自家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蔡母依旧不相信 于是便让一位工作人员 去和C女士沟通 不得不说 蔡母的控制欲还挺强 不仅安排工作人员用小号 还规定小号要用她指定的头像 换完头像了 这才让工作人员去和C女士接触 双方沟通后没多久 就是让C女士拿出当时的检查单 只是 蔡母一看到检查单 心里是满满的疑惑 两人是在5月21日发生关系的 孕期就33天左右 怎么胎儿就发育到这种程度了 她还亲自问过医生 说被抄的检查结果是准的 所以 孩子根本不是5月21日怀上的 她觉得 要么对方在5月8日就已经怀上了 然而趁机甩到自己儿子身上 以此进行勒索 要么就是C女士让有身孕的朋友 带她去检查 然后给自己儿子下泡 但在工作人员看来 无论孩子是不是蔡徐坤的 他们都需要用钱来摆脱此事 毕竟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C女士要是把此事曝光 吃不了兜着走的绝对是他们 很显然 工作人员也看出来了 蔡母虽然把营养费砍到了50万 但还是不想出这个钱 因此 她一边让工作人员再拿一份检查单 一边雇佣私家侦探 跟踪C女士的行踪 并私自在其家门口安装摄像头 没想到 摄像头一装 还真被她抓到了把柄 7月14日凌晨3点 C女士从KTV出来后 带着一男一女回家了 只可惜 这个男的在她家只待了两分钟 而工作人员还表示 男的是她闺蜜的男朋友 但蔡母可不管 她让工作人员把私家侦探拍到的视频 以及拿到的证件信息 去给C女士亮一亮剑 好让她有所顾忌 或许是觉得自己有对方的把柄 在随后和工作人员的电话协商中 她让工作人员不要一次性给完50万 先给20万 在她看来 对方压根不会这么爽快地答应去做手术 为了以防万一 不能一次性给全额 殊不知 C女士早就把孩子给打掉了 看到这里 真不知道蔡母忙碌一番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 是为了把自己的把柄 递到对方的手上 好让她在两年后的今天 用这件事情来使捶蔡徐坤 要不是她的这一番操作 蔡徐坤一夜行的杀伤力还没有如此巨大 要知道 违法安装摄像头 违法获取对方的私人信息 这两个做法 蔡母绝对有盼头 当德真蔡母只愿意出50万 后来又减制20万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儿子都是入208万的顶流了 还要不要这么抠 上一个这么抠的 还是吴亦凡的妈妈 而她已经把自家妈宝男给送进监狱了 当初 都美竹虽然爆出吴亦凡种种违法行径 却从未想过直接报警 这一点也被她的粉丝视为突破口 猛烈抨击都美竹 然而 在都美竹和吴亦凡开始协商之时 吴妈用自己的账号给都美竹打了50万 但转身便以敲扎了所为由 选择了报警 万万没想到 这一番操作 却直接垂死了吴亦凡的种种罪名 既想不出钱 又想彻底解决麻烦 可世界上哪有如此两全的事情 何况无论是吴亦凡还是蔡徐坤都属于过错的那一方 有人爆料称蔡徐坤和C女士一夜情之时 正在和另一个白富美谈恋爱 还有人称她在深圳还睡过另外一个女生 这要是真的 就不是一夜情这么简单了 蔡徐坤的身上 势必还会贴上一个渣男的标签 事实上 从去年开始 3000万粉丝难顶流有孩子的传闻一直不断 甚至还有人晒出事件详细经过 说她不只有一个孩子等 尽管很多人猜测 就是蔡徐坤 但毕竟只是猜测 先前的多次爆料 并没有指名道姓 顶多就只敢说C姓顶流小生 C姓南顶流等指代 传闻欲传欲真 不过最终只是传闻 而这一次爆料不同 爆料人不仅带了蔡徐坤大名 还晒出了证据 而网友提到 Prada则是因为这个品牌 选代言人太有眼光了 哥震东 西独 再也没来过大陆了 郑爽 黛玉 代言仅仅八天 从你顶流直接变成素人 出国了 再没回来过 李一峰 朴记 一夜之间消失了 吴亦凡 强奸 进去裁缝任机了 从代言人变成了做衣服的工人 再到如今的蔡徐坤 如果爆料属实的话 相信Prada很快要再出一个解约声明了 别的品牌选代言人或品牌合作自由 看重的是合作对象的带货能力及正面形象 而Prada选合作明星的目的 难道就是看准了他们不可靠 为了收取解约赔偿费 调侃归调侃 蔡徐坤是否有孩子 是否和C姓女生发生这么多故事 我们且等一个澄清 吃瓜的同时我们也想问问 为何如今一人这么容易出事 1998年出生的蔡徐坤 今年刚25岁 2015年出道 2018年参加真人秀偶像练习生时爆红 正是如日中间的时候 为何会做出一夜情又不愿意承认关系的事 说到底 明星 尤其男明星 贩卖的就是一个单身形象 一个可供粉丝YY做梦的形象 有记得他出新歌时 直接将一个穿婚纱的模特搬上舞台 甚至工作室还晒出了他与穿婚纱女孩的合照 当然 这里还是只有婚纱装扮 没有具体的面貌 为的就是让所有女性粉丝有代入 做梦的一想 幻想着站在他身边的是自己 并为之疯狂 克金 有人说这是媚粉 为了让女性粉丝掏腰包 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们造梦 但粉丝会说 这是偶像和粉丝的双向奔赴 粉丝心里有他 他心里也有粉丝 不过 在旁人看来 他心里是有粉丝 还是有粉丝的荷包 就没人去细想了 这次针对蔡徐坤的戴大名的爆料 究竟是空穴来风 还是腥风血雨 我们且看后续 只希望所有明星 艺人 活得真实一点 不要为了所谓的人设 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出来 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还是真实一点 才能走得更远 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的演绎事业 或许也会到此结束了 以前 是官场的反腐 需要靠家属 如今 娱乐圈的明星他房 也要靠家属了 看来 那些由父母打理工作的明星们 要小心了 没关系 知道了 也要靠家属 这些人 要靠家属